开始录了 好 那个姐 麻烦你开始心里想 你的你要问的这件事情 那你想好之后 我就开始动作 我这边刚好有 50个粉筋 拿出其中一颗 放在上面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神明 想好了吗 想好了说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一堆 随机分成两个 从左边拿出一颗 之后每四个分成一堆 最后余四个拿起来 放在手上 再来换这边 这边就不用再拿一颗 就直接算 这也是余四颗 这叫第一吨 之后再把剩下的 它合起来 再随机 再分成两堆 再从左边再拿出一颗 这里余四 这是第二吨 好 拿起来的是放在这边 有看到吗 是放在这边 分成两吨 那接下来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第三吨 好 来一样拿一颗起来 这个时候就不能像我刚刚 这样子帮它放回去 这里余四 一样拿起来 这里余三 这个是第三吨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这里有 一二三三吨 后面这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 那第一个 初遥 初遥就是六 我们总共要操作十八次 最重要的是这一颗 原来的这一颗 有看到 很清楚 代表神明的这一颗 是不能动的 好 再来 在随机分出两堆 拿出一颗 比余一 这是第一吨 把它合起来 随机分出两堆 拿出一颗 这都是四颗 四颗的 比余三 比余四 这是第二吨 第三次了 拿出一颗 比余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二个 二摇 就是七 拿出一颗 比余四 这是第一吨 拿出一颗 一 是第二吨 拿出一颗 比余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三摇 也是七 五六七 八 第三个 第四摇 第四摇 是八 这些挂的数字 五六七八九 第五摇是九 一二三四 第六摇是八 少了 来了 然后把这些数字呢 打到电脑里面 我来显示画像 等一下再起点帮你做解释 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 这边一样有十六张牌卡 然后一共四卡 每一次都报一到十六号 OK 国民师姐第一抽请一到十六号 六号 六号吗 对 一二三四五六 得到一个六 好啊我们在手机上面就是打六 画面有同步啊 有同步吗 好 看得到吗 手机看得到吗 看不到操作了 第二抽 十一 十一吗 对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一是一个六 所以我们第二个也输入六 来第三抽 文明师姐 第三抽 一到十六号 三 单吗 对 三 一 二 三 大概一个七 这样有手机可以开程式的 也可以自己练习 打开然后输入这些数字 第四抽一到十六号 十抽 对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得到一个八 我们在第四个就输入八 五抽 十四吗 对 十六 十五 十四 得到一个六 最后一抽 最后一抽 十一 十一吗 十一 好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得到一个九 然后就按开始占卜 路线的过程是 五十二卦本卦更为三 然后支卦水天须 这是四摇变 然后我们看过下面写 四摇变它是以支卦不变的二摇 下摇为断上摇可以作为参考 支卦二摇为断 所以这边是九三 是下摇为断六四做参考 然后往下滑 九三为辅 九三为辅 是吗 对 下摇是六四啊 下摇 九三吧 九三吧 对啊 也是六四 所以一九 总好事业不成 等待也并不总是一般风顺 那等的时间过长 这是等来不利的消息 那于到时呢 一定要谨慎行事 才能得到钱财 有真元占卜卡在手 帮您解惑所有问题 现在就用真元一金占卜卡 掌握古老智慧的力量 不再需要枯燥的资料查询 和复杂的程序 真元一金占卜卡 结合了古代占卜的智慧 和现代科技的创新 只需要一张卡片 三分钟内 你就能成为挂学的专家 购买真元一金占卜卡 学习就变得轻松简单 还有特别礼物 一份价值一万元的解挂程式 随机赠送 让你再掌握一张卡片的同时 探索宇宙的无限可能 还在等什么 有这组卡片在手 你也是江湖大师哟